华联施公所星期六举办了112年度母亲节表扬大会 今年共有53位的母亲代表接受表扬 市长卫家燕赶念母亲的辛劳 她也提醒每位妈妈要重视自己的身体状况 更呼吁为人子女者要关心妈妈的健康 唯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有幸福的家庭 母亲节前夕华联施公所举办了表扬大会 为所有妈妈们至上最高敬意 市长卫家燕也以自己母亲的经验来分享 提醒妈妈们要重视自己的身体状况 为人子女者更要关心妈妈的健康 今年是我们公所一年一度 也是家人上任以来 第一次办理母亲节的一个受奖的活动 那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模范妈妈 总共有53队 那有两队 其中是有两队是有一些行动比较不便的 但是我们都给予表扬 因为我们希望说模范母亲 是我们所有的市区里面所有的里长 还有我们一些民建人士提供的一些名单 那我们知道母亲非常的辛劳 那不只是在家庭 回家面对老公要帮家庭做事 还要照顾孩子 那甚至有的要照顾孙子跟孙女 那其实家庭的母亲也在几年前变成植物人 那我能体会到没有妈妈的辛劳 所以待会活动的时候 我也会跟我们所有的 今天来的不管是家眷 都保健跟他们讲说 一定要好好的孝顺妈妈 要好好的照顾妈妈 市长威嘉燕表示 今年首次把活动改为表扬各里 各部落的母亲代表 感谢将一生奉献给家庭的妈妈们 花龄市总共有53位的母亲代表接受表扬 现场除了接受表扬的妈妈和家庭的子女 还有各里里长都带着花束 前来恭喜受奖的妈妈 活动现场还包括了 现员魏嘉贤、李仲文、徐梓芳、张美慧 以及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仲伟 率领多位的市民代表一起来参加 同时县政府和立委办公室都派员代表出席 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借旅会幻视报导